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一场奇葩的一局 并不是教学局 昨天打的我脑袋瓜嗡嗡的 真的 脑袋瓜嗡嗡的 咱们看一下 有人说至尊场现在都这样吗 对不对 你可以看一看 看市场是主攻 我前不久刚做过市场是主攻吧 选卖雪匠或者选顿匠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局 这局非常开心 你完全不能理解你的队友 有人说你为啥经常放这种局 我不是放这种局 我打出来就给大家看出来 因为现在至尊场就是这样的 来现在咱们看一看 以现在理论的话 我见过有人说个理论 顿将一定都是反贼 爆发将一定是忠诚 对一半吧 只能说 因为你没有考虑到至尊场有智障的情况下 这局的话 我说实话 开局神吕不向中部 他有爆发 容易清场 对吧 神诸葛亮相反吧 我上次就用神诸葛亮 对不对 徐优的话也是个爆发 对不对 徐优也是个爆发 按理说也是个忠臣 关锁的话 他可以当中 可以当反 对不对 还有神赵云应该是个反贼 对不对 看样子很明朗 咱们看一下这局啊 而且这里面有张辽 你们觉得张辽像什么 在这一局里面 我明摆告诉你 张辽更像中一些 但是奈何时常是主攻 他都玩时常是主攻的 他脑子肯定不好 我全刷的防御 全刷的防御 知道吧 有人说基本上杀不死我 基本上 这挺不错 五张牌啊 有个简易码 有两张杀 这奇怪的杀法啊 许优 奇怪的杀法 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你要说你是普通主攻的话 你觉得这个位置许优反贼 我能理解啊 是爆发账上去 我没必要去杀他 然后还干一个张辽 大哥 你都离场了 你结束回合离场 张辽能打中你吗 你拼他干啥 非要打肯定是搞神赵云的牌 韩冰搞神赵云 或者搞那个神助格亮 搞我的话送牌了 韩冰的话可以下我两张牌 但你又不确定我又没闪 这时候的话 谁又不相信啊 先 给自己牌 过招闪了不错 可以防住韩冰了 然后这打得很不错 你说这160张牌刷刷个斧子不错 不过神赵云废掉了 其实神赵云在神赵云旁边应该很担心啊 因为神赵云的话 如果打中神赵云的话 神赵云很脆的 关锁起飞 还好神赵云有闪吧 神赵云跳反了 直接杀掉跳中的张辽 对吧 他跳反了 现在的话很奇怪 很奇怪 又开南蛮入侵 这玩儿神吕布就想杀 针对一个顿将神赵云 神吕布也有可能是忠诚了 继续不相信吧 继续过自己的牌 咱们可以看一下 神吕布没有打神赵云 但是打的是个像反贼的神赵云 大概的一种啊 但也不排除有脑残选出来反贼啊 不排除的 星星的话应该给谁 给自己也行吧 咱们这时候卖血因为有酒多余酒了 卖血的话给那个啥 给神赵云两张牌咱们 开个桃园结议 无满血啊 防止那个他过到牌有AK啊 防止他过到牌有AK 天过 我的乐就天过了 反贼齐了 反贼齐了 这个脑残选了个许优党反贼在这局里面 时常是主公说了交给你们多少遍 选顿将 选顿将 选的 你选个不动白都比这个强 咱们只要活过五回合就行 非要选许游 你打许游干啥 杀忠臣 看吧 神赵云给他补牌了 也是为了防AK让他 嗯果然有AK 我没想到他杀我 这个关锁是个智障 关锁是个智障 也就是现在忠臣人们起了 给神赵云补牌保住我的命 咋能杀死我 也是防御游拉满的 继续卖 八张牌了 我有九继续卖 哎九张牌为啥没逃的 很奇怪啊 然后不杀我了 关锁不杀我了 很奇怪啊 看那些神赵云 神赵云可能真没逃的 没有下四张牌 按理说这十一张牌 四色的应该差不多齐了 结果真没逃的 哎呀没逃就很难受了 当时我在想 你说神赵云会不会是内奸呀 他内奸控不了场 骗完我牌杀全场 这大物他也处理不掉呀 我当时有这样 直播是有这样说的 那咱们先看吧 但是人你看有无限 不给我无限 人家说他没有 陶没有无限吗 对吧 所以说这时候可能是个内奸 有可能 那不对 那忠诚多一个 难道真的是 傻子是那个反贼神吕布吗 打这种不高爆发 清全场牌那种的 给实际上是创造优势那种的 他跳中了 他他跳中 他可能是内奸 对不对 无限都没用 所以说难道这个吕布 真的是那个傻子吗 路人局真的想不通的 咱们看一下这局 不过还好吧 神赵云知道秒在俩 但是我说实话 如果说这回合 关锁要有一个桃 救神吕布 关锁要有一个桃 救神吕布的话 让神吕布活下来 开个大招 让赵云手牌没有的话 说不定赵云就要被崩掉 能明白 这把我们就只能 靠神诸葛梁大物活着了 雷杀虽说少 但也至少有九张 咱们也没怎么记 对不对 AK下掉了还好吧 赵云在干什么 你跟别人拼杀吗 孩子不太会玩 留四血的话 直接双梅花 防一些东西也可以 防捡一码啥的 下次捡一码都行 捡一码也没用 时常是消失的 捡一码也没用 九杀闪了 继续杀神赵云 神赵云现在有一张桃 过着一张桃 结果没桃了 结果震惊不 神赵云是内奸 神赵云是内奸 这是实打实的至尊场 神赵云是内奸 那就有个奇葩反贼 跳钟啊 这就是路人局 所以说你们愿意选配合的 愿意什么 理论上再怎么一堆 你架不住至尊场神经病多 对不对 得亏神赵云要有大物啊 咱们看着 咱们看吧 神赵云要大物看 总考几回合吧 咱们 这要干啥呀 酒雷杀吗 酒杀关锁 我帮你全摆平 这是人说 这是不是开黑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不是开黑的 这是单纯的蠢啊 这个不是开黑 确定不是开黑的 知道吧 只是单纯的蠢 过来拆桥 无限了一下 酒雷杀 闪掉 还在杀自己的队友 看见没 过完我回合就又排在杀 这就是路人局 我不是说不想给大家看正常的 想杀我你个傻屈 一张雷杀 我想杀你刚才攒雷杀 你说这些人心态 是什么样的心态 来执尊场 你们想一想 诸葛亮的好处 其实也就是这一点 即使被乐了 他那个大物还是能给自己的 这是他的一个好处 他不怕被乐的 反正怎么 就算他再怎么捣乱 我们也赢了 但是这局赢的 你们觉得悲哀不 这些人们 就这些东西们 就来执尊场 这些东西们 主攻也打不了他 我只能眼睁睁看他玩 我主攻我又打不了他 我只能眼睁睁看他玩 他连这个游戏都不合 这些东西啥也不会 就来执尊场了 你别说 对我来说 我跟你讲一下 他连萌新都不如 在我这的萌新定义是 普通军吧 打够5000场 叫做萌新 你可以称为萌新 这个人敢不看看场次 绝对不够 他连萌新都打不到 哦 居然打了4000场 4000场都是这样的话 那我只能说太蠢了 哎呀 结果死了 赢是赢了 但是你能 你们能理解 你们能理解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想法 谁能告诉我 这关锁是什么样的想法 来执尊场 我挺好奇的 挺变态的 这边来到 我不能有 为啥